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港澳这片海外之地 孕育着灿烂的商机 一代代华商 经过了不断的努力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 复杂时局里面成功崛起 因此 亦诞生了一批批的 豪门巨富 发迹在港澳之间的 何鸿新 又是其中的表表者 自从1962年 成立了澳门娱乐公司 成功赢得澳门赌场的牌照以来 何鸿新 就在赌坛那里 独领风骚了几十年 被称为澳门赌王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但是在2002年 我英东的一句说话 就激起了千重浪 没有我 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包括何鸿新在内 作为新加国百亿的巨富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竟然这样说法 背后有什么不为外人知的 是澳门恩怨呢 澳门巨富 世纪恩怨 徐沙卖草 赌叶纷争 林林种种 恩何而起 恩何而终 恩怨半世纪 霍河纷争 正在继续 我应当他曾经说过一句 广为流传的说话 他说回首往事 我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负过任何人 但是就有不少跟我合作的人 都有负于我 言下之意 可能是包括何鸿新 在漫年的时候 更加多次对何鸿新冷嘲而奉 但何鸿新 他就从未曾直接回应过 他只是试过这样评价 他说 他是一位太极能手来的 他永远都不会得罪人的 两人之间 横跨了半个世纪 谢 三十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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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黄仁书院学生的何鸿珊 他就出身显客了 他是香港大名鼎鼎的 何冬爵士的侄孙 典型的豪门公子 但是两个人的经历 的确有几分相似 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因为在幼年的时候 何鸿珊曾经都遭遇过巨贬 因为求知失利 他两个阿叔 一个就吞枪自杀 另一个就服毒身亡 而他爸爸也远走越南 他的身家就爱了还债 从此之后就家道衰落 于是乎何鸿珊也被迫走上去谋身之路 这么相似的这两个人 都有相似的性格 就是冒险精神 甚至他们连法迹的道路 都似乎是一模一样 命运对霍英东是残酷的 短暂的苦工经历 令到他失去了一只手指 己经得失 最后就重操家族的旧业 从事海上博运来谋生 为了赚取改善生计的金钱 他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到荒岛尋找出路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霍英东突破了联合国禁运封锁 大量运送铁皮、橡胶和药物等物资 便去到供应大陆 从事走私的活动 令他赚了不少钱 说到冒险 何鸿燊也不会输给霍英东 因为在家道衰落之后 何鸿燊就去到澳门 从事海上贸易和走私的生意 只要是赚到钱的东西 什么生意他都会做 在一次危险的海运之中 还差点被海道的子弹 把穿了他的头 禁运期间他和霍英东一样 为大陆提供物资 赚取巨额的利润 直到被竞争者买杀手 将他赶走 离开澳门为止 相似的命运、相似的抱负 本来应该声声相识 但是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 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就出现了问题 在2002年春天的一次茶会上 霍英东当众提出了 一件封尘了五十多年的往事 令到何鸿燊非常尴尬 有人说我是靠沙来发达的 但是何鸿燊就拿走我的沙 在1948年 只有25岁的霍英东 他看到澳门有公司收购海人草 他就抛弃别子 成立了一队接近一百人的队伍 前往去到东沙道打捞海人草 因为海人草是生长在海底的 所以需要工人是要逃手地潜入海中去打捞 非常之危险 后来又因为遇到梁芳 霍英东和大部分的工人 同样都幻想了水肿饼 还差点命丧大海 半年之后 霍英东把海人草 卖给当时澳门贸易供应部任职的何鸿燊 何鸿燊把海人草洗干净 晒干去走沙 然后再剪一下 结果只剩一半这么重 辛苦了大半年的霍英东 到头来几乎没有赚到一分钱 这件事 霍英东去到晚年都不能释怀 但是何鸿燊也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 他说 会没事 不分障碍 人事業 很少 勤悦 曾经奏 不能呼一个 透明他 方� supports � Hopefully 这个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端纷争又是为了什么呢 恩怨半世纪 霍河纷争正在继续 在1959年澳门总督马制时手马上任 他不满澳门赌业垄断而产生的腐败和混乱决定改革 进行公开招标 也意味着澳门区域经济的重新洗牌 因为赌业竞投通常都会附加一系列的条件 比如基础设施 建设等等后续的投资 得到了澳门的赌牌 也意味着可以得到澳门经济投资的先行权 何鸿燊就是这样看准了机会 在50年代的初期 何鸿燊因为黑道势力的威胁 而被逼离开澳门走到香港 他一直都很介怀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明正大地回到澳门 澳门倒牌的镜头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但因此 杭申和另外两个合伙人 就组成了竞标团来参与 为了找粗胜券 竞标团还需要多一个财力红厚的盟友 经过再三思量 最后他将目光放在霍英东身上 但要说服霍英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时候的霍英东 在香港地产领域已经有不少建设 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名声和地位 对于偏门生意的顾忌比较多 担心会影响他的声誉 而霍英东自己本身 对于赌博行为也是非常反感的 此外 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相信就是霍英东謹慎的政治考虑 当时香港政府对于一些左派的人士 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是采用帝界出境的政策的 而霍英东因为朝鲜战争的期间 突破了联合国对大陆的禁运 被英美政府所敌视 在1955年 一场围绕着霍英东被驱逐出港的风波 就在谣传 虽然被证实是一个谣言 但是对于他的生意和信心影响 的确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解除霍英东的顾虑 何鸿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就是非牟利原则 将赌场这个偏满的行业 变得光明正大 也就是说 他打算将赌场的全部收益 用在慈善事业和澳门经济的建设上 这样就正正符合了霍英东 赚取声誉的需求 因而获得支持 得到了霍英东的答应之后 何鸿新就开始着手竞标书的设计 还将霍英东的公司业务 涉及的领域写在投标书中 澳蒲政府就认为 因为霍英东有份参与 所以就认可竞标团 借助着霍英东的影响和财力 何鸿新就赢得了澳门赌业的专营权 随即就成立了奥鱼公司 进行赌场经营 奥鱼初初成立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就好像一对好朋友那样 除了合作奥鱼之外 还携手发展香港的物业 何鸿新是一个精明而会变通的商人 在非牟利的原则之下 他实现了赌场的现代化经营 在澳蒲政府放松限制之后 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中向的综合业务集团 集团包括了主管澳门经济的 宾馆、航运、空运和周边的地产开发 在澳门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都为它赚取了巨额的财富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 霍英东已经意识到 奥鱼是背弃了当初不谋利的初冲 而何鸿新这个掌控人 不能够令他感到信任 两个人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行 根据霍英东披露 奥鱼公司在成立的时候 除了霍英东自己 是出资了三百万工程的费用之外 其余三位董事的初期都没有出过钱 而何鸿新出了二百万的资本 也是霍英东借出来的 换言之 在霍英东一手扶持之下 令何鸿新成为日后的赌王 一般人看起来 攜手合作的这两个人 应该是休戚与共 离害相连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竟然令霍英东 他生气了三十四年 那么久 在1965年的开始 美英政府对霍英东 进行了政治的布袱 决定打压他的发展空间 于是战火就烧到他旗下的物业 星光行 由霍英东何鸿新等联合开发的星光行 在朝中的时候 受到了英美政府的封杀 霍英东为了避免其他投资者损失 便建议回收整栋星光行 但是何鸿新 竟然说服了其他的股东 决定以一个低价 来卖给他们的对手置地 也就是 宜和阳行旗下的一间地产公司 在交易的过程之中 霍英东可以说是输尽了他的颜念 认为是他前所未有的耻辱 霍英东在开始的时候 对这件事真是八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偶然才知道 何鸿新原来是怕他会独揽星光行 外界会认为何鸿新比不上霍英东 于是就出此下策了 霍英东说他很喜欢人家 叫他一代的赌王 好像觉得很有荣誉 很有声望 他什么都要赢 但是 何鸿新 从来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虽然如此 但两个人都然是攜手合作 霍英东后来成立的德讯船务公司 是改善港澳之间的海上客运 亦是为何鸿新主管的奥鱼护航 只不过 后来又发生的一件事 又加重了两个人的矛盾 在79年大陆改革开放的时候 霍英东带头进行投资 在广东筹办白天鹅宾馆 和中山温泉宾馆 因为内地条件的问题 他处处碰钉 相当狼狈 但是 何鸿新 他未有出手相助 霍英东说 我觉得他这方面 没有支持过我 中山温泉开幕 我发了请帖了 但是他的澳门蒲经 都没有派人来支持 如果他肯派一批人来 我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那时候 我熬了两三年那么久 病到差不多 连命都没有了 他暗示何鸿新 是背负于他 对于这种人际关系的维护 何鸿新就这么说 他说霍英东是一位太极能手 永远都不会得罪人 这种秘诀 我真是学不到 看见他们种种的磨擦 虽然是有不开心 但是都没有动摇到 两个人合作的信心 他们依然是一起打天下 直到根本的利益 被影响到为止 赌王投标 呼朋喚友 引发纷争 博士退赌 类刺不成 又将如何反击 因缘半世纪 霍河纷争正在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在曼联的时候 霍英东有这么说过 他说我一直都是反对开赌的 说到我要介入这个澳门赌业 可以说是神推鬼摁 因为其实 我是建议搞不谋利公司 做慈善用途的 但是很可惜 最后都搞不成 早前明明中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这支配着我 令到我身不由己 不由自主地 一步一步地向着那边走 下之意 霍英东介入赌场 可能背后就是有人在这里 切了个局 一步一步地将它牵引进来 而奥鱼股权收益的不对称 就更加令到它产生退役了 奥鱼股权结构 不单止股权结构複杂 连分红也非常复杂 他们不一定是按照股份多少 来进行处理 就像何铃鑫 他一个总经理的位的收益 就已经占到了接近9% 但是作为大股东的霍英东 他占据了27%的股份 不过在奥鱼利润达到200多亿的时候 他的分红也只不过是有两三亿 那么多 远远都不及何铃鑫 一个总经理的收入 在何铃鑫独掌大权之后 霍英东更加是异庆难生 《星光行》一役 对于霍英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像走私、开祷 而延伸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一样 一直困扰着他 以后 由于港英政府的打压 霍英东逐渐淡出了香港的工商界 而开始专注发展体育事业 为中国和香港 争取国际体坛地位而奔走 何铃鑫去到回教地区 伊朗、德克兰那里开岛的时候 霍英东就更加不满了 加上奥鱼利益分配又这么复杂 霍英东就做出了一个反击的行动 就是要出售奥鱼的股份了 越南华仁 到底啊 可怜 其实卖股这件事当中还有一段隐情 根据何鸢生的妹妹何远期去透露 她说当时澳门当局很担心奥鱼上市之后 与政界关系密切的霍英东去退股 将会严重地影响了中澳的关系 所以就告诫何鸢生等人千万不要让他退股 可以见到当时的霍英东 在中国的内地有几大的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对于何鸢生是致命的 他也将要付出代价 卖股不成 霍英东做出了一次更加有力的反击 直击何鸢生的要害 当时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 在一次北京的闭门会议上 就直指澳门娱乐公司垄断倒权 引致澳门治安其差 更加上届中央应该在澳门回归之后 就收回澳门的赌权 效法香港的赛马会 将赌场收益撥归作慈善的用途 讲完之后 何鸢生就倍受打击 而在霍英东的推动之下 澳门赌场业也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由一家专营变成为三主三富六个赌牌 澳门失去了垄断权 霍英东他经常都说 我从来都没有负过任何人 但是不少跟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这句说话可能真的有点影射 不过何鸢生也都没有因此而怨言 何鸢生这么说 他说上一代人做生意 讲人情还承诺 其实这些正正就是 霍老兴一生的写照 我对他的思念 也都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 贵英东和何鸢生合纵了几十年 各种的因因怨怨 真是很难一一到明 真正的情形 如果当事人不走出来指证 我相信局外人真是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之后 霍英东就宣布退出澳元 还将在手上两成七的股份捐出来 成立了澳门霍英东基金会 一半就用在澳门的发展 而另一半就放在内地 前后酝酿了接近十六年 直到当时才成事 主要是不想影响澳门新赌牌的镜头 在大局议定的情况之下 霍英东终于就一尝心愿 而在几个礼拜之前 在一位熟悉霍英东的朋友的安排之下 澳门特首何厚华、何鸢生 和何超瓶等人附演 在这间 何鸢生终于同意 霍氏捐出股权成立基金会 博贺五十年的恩怨就告一段落了 在近代港澳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下 受制于殖民统治 商业几乎是成为了 华人自我证明的唯一方式 为了生存发展 一起合作的形式屡见不鲜 在分分合合之下 虽然是很无奈 但也是当时的一个见证 多谢大家收看这期的《香港故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